昨天一个朋友问我 特斯拉正价了 非常纠结是买特斯拉摩托歪 还是凯迪拉克XT5 该如何选择 那我想问一下视频前 进楼前的粉丝朋友和老铁 或者没有买过开过这两款车的车主 如果让你们重新选择 你会选择特斯拉摩托歪 还是说凯迪拉克XT5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这个建议 首先这两款车的 一个差不多为了汽油车的 一个是纯电动新领域车型 是最大的一个区别了 如果家里准备买 第二部车的买个新领域 我见你考虑特斯拉摩托歪 如果是第一部车的 还是买凯迪拉克XT5最好 为什么高级选择特斯拉摩托歪呢 你第二部车的买个新领域 是很不错的 四驱WR挺好的 特别现在特斯拉降价 力度很大 摩托3 23万就可以拿下了 摩托歪26万就可以拿下了 26万是不是这个价位 直接 把一些新领域车型 都给逼上了绝路 甚至把常规的汽油车的 什么图公R 日记都逼上了绝路 是不是 26万买特斯拉后期的版本了 以前是不敢想象的 所以现在优惠率都很大 优惠率还是很多的 但是你买它 可以 家里必须有条件安装 这个充电 设施充电桩 不然跑没有电了 你怎么充电呢 你家里必须有这个条件 再一个 你如果家里没有这个条件 你所居住的小区或者是城市 能够普及这个充电桩 可以购买 不然 这根本就不能考虑 再好也不能买 是不是 一定要考虑这个问题 而且呢 这个特斯拉 摩托歪优点就是说 自动架子更好一些 加速快 然后呢 操控非常好 是不是 这它优点 确定也是相同的 那么虽然有双层隔音玻璃 但是隔音并不好 简单偏硬 是不是 掉电也快 刹车系统有时候出现毛病 自动驾驶呢 我是不能相信它 反正有的人 能信得着 是不是 有优点缺点并存的 为什么家里买第一部车的 高音买凯特拉克XD5呢 它在那车底边 扎这两只性是非常优秀的 是不是 而且外国也很硬老 也很有排面的车 如果是长期使用 我可以建议买这个车 如果说三两年就换车 凯特拉克是不能买的 不保值啊 明白了吗 但是这个车的长时间使用 是没有问题的 动力啊 底边栽油软 吃成性格 隔音啊 都是非常优秀的 油耗品高一点 保养品贵一点 别的这个没有任何毛病 豪车 我跟你说 一二线品牌的车 保养哪有便宜的 是不是 这是很正常的 搭载一个 通用旗下 LSY那款2.0T直奔无论载压发动机 扭矩350马里237 匹配通用旗下 自己加自载的9AT变速箱 所有通用旗下车型 包括雪佛兰比克 用范式涉及到2.0T这个发动机 都是这款发动机和变速箱 更新换代了 发动机耐用度是没有问题的 变速箱的换的逻辑 三脑舰的也是没有问题的 逻辑很清晰了 很好 很不错 而且凯迪拉克S6 商务用旗带用 也算是可以 也算是可以的 你不能说是 有商务用 你开个特斯拉摩托外去 那太休闲了 太不正规了 是不是 你要开凯迪拉克S6 是比较适合的 所以说 看你自己的用车情况 去选购 绝对不会出 那你有开过或买过 这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没有 不同意见 可以在评论议议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